今天上午9点15分,苏通大桥因受18号台风温比亚影响,桥面风力达到市集,知识特机管制,在南通开发区收费站,分流,由北往南车辆,在长叔开发区收费站,分流,由南车辆。 将族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向央视记者透露,由于台风影响,导致大桥五根斜拉索的阻尼器连接罗栓化斯托洛,该阻尼器主要对斜拉索起到减震作用,不影响斜拉索性能,对大桥结构不产生影响,不影响桥面安全通行,望传视频称苏通大桥拉索断月为不实消息。 目前,苏通大桥由于桥面风大,仍处于特级管制,交通和交警部门正在对桥面滞留车辆进行疏导。 苏通大桥公司,现正在紧急对华斯托洛的阻尼器抢修中,央视记者学到为央视新闻,移动网,江苏交广网举正号,苏通大桥简介。 苏通长江公路大桥,简称苏通大桥,位于江苏省东部的南通市和苏州市之间,西区江因大桥发12公里,东区长交入海口108公里,是国家高速公路深海高速的过江枢纽,也是江苏省公路虎价重要的过江节点。 苏通大桥远长32.4公里,其中跨江部分长8146米,于2003年6月27日开工,于2008年6月30日建成通车。 ZM的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